李璧華推測他 因為有人那個Pan B 即是五特首的時間啟動 所以他亂了狼 所以拼命就越迷迴迪 在這件事上看到他不愛蓋 不愛蓋不愛黨 但他這樣做不行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當時你上次說要做齊了 梁先生很可憐的 我解釋給你聽 很多人不知道的 就算你今天共產黨 明明要叫他走 他都不走 他有什麼權力可以不走 你催人 我不走 所以他陳茂波都不走 他兩隻東西拍在這裏 我不走 你催什麼? 是不是? 是嗎? 你要搞到用那些保皇黨 都要開個彈劾機制 搞來搞去 都要一段時間熬 在這裏拖 拖到不了了之為止 為什麼他不走呢? 我們看過世情 因為他什麼都沒有的人 今時今日已經 陳梁有沒有欠錢? 是不是你需要你的名字 是不是你幫人記名買呢? 因為你公司已經抵押了 給人自己的錢 你是不知道的 因為現在他們這班人 包括張鎮宴那些陳茂波之流 就是搞去搞政治埋堆之流 每個人周身債 你都初初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不是經銀行借錢 銀行不會信你的 因為你會抵押 所以他們次之霸獲出來 好像張鎮宴那些人追錢 有一間公司追他幾千萬 他這些就是透過埋堆 為什麼要這麼多人出來 在那個政治圈子裡繞來繞去呢? 他製造了自己好像有江門的 很有身份 他說 如果我給你感覺 我有機會站在習近平先生身邊 我就可以利用我在習近平先生身邊 這個畫面 去出去周圍招搖 那這些人就當我真的是 在習近平先生身邊信任的人 那我就希望拿些油水 那你想著我當然是可以的 當然有很多東西要做的 嘩 張鎮宴埋了特首 所以他拼過去呢 他製造了一個假象 我坐這個市區重建局 會不會有些游泳 有些工程給我做 有些什麼可以合作 有什麼攀員 或者我要拿行的水 去找你做橋樑 好了 那之下呢 他透過一些整幫圍 拿一些律師樓 由一些律師 或者會計師 介紹你借錢 給高利息的 他就借了錢 銀行不借的 怎會無端端用支票 你或者找一份銀行不借錢 收條可以借幾千萬給你 沒有他的抵押 是吧 沒有的嘛 所以他這些人 為什麼這麼多人 想要參與這些政治圈子運作呢 就說被人錯覺 以為他有江湖地位 有關係 那麼他就利用這種錯覺 然後呢 就周圍兜兜兜兜 有所圖謀 也都會有些人相信他 那麼像大陸那些假官的 爆過幾萬 那些 跟某些高官拍過照 然後呢 就說自己是 某些秘密組 中央的秘密組織的官員 成為了捏水 現在的風氣就來了香港了 那麼像 現在來了 來了香港的 所以大家就千萬不要中招 但是他們很慘 他這班人呢 游一下游一下呢 他以為借到錢 才死的 不用花錢 借了 好了 接著呢 他這班人呢 我講個例子給你聽 有些中醫公司 早幾年了 就是那些人呢 要走上去 所以我們有一集說過 那些世家不出來 跟你站在一起 我不用認識你 我站來你做什麼 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 就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呢 他走出來呢 站在一起 站在一起之後呢 又找人借到錢 好了 也都認識了那些人呢 無端端 大家搞熟了呢 認識了那些中資 那些有頭面 在香港上市的人呢 他自己打算盲堆 我批手股票給你吧 那你自己是 當身家去買 然後去深紅 去買大一點 那不是借了錢 那你容易借了錢 嘛 這樣做乞丐的很多 你真的真的 原本不是做乞丐的人呢 就走出去 三群結隊啊 兜兜答答 自己搞到做乞丐 好了 有些人呢 錯覺他以為有權有勢 知道那些權力核心呢 希望攀員附會呢 找些東西搞一下啊 有些什麼消息事留給我啊 找到兩分錢了 又做乞丐 他整班做乞丐的 我不是點你啊 你找我出來啊 哇 那就是直接收 直接收 用著數點 最多被人抓了 蹲蹲的啊 那些被人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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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中國 貪污後列車 你可以不上車 但是千萬不要在車頭前面 實闖死你 無力是無法講的 那是什麼啊 sir 那些人都富貴 不富貴很簡單 你 在你這個層面的官員 你一定認識到這些朋友 新搞上市 在國內的公司 那一搞上市 你知道他真的有實力 或者實正的那些東西 你就自己在朋友借錢 叫他批股票給你啊 你批股票給你 你認住銷都可以的 你不用給光 你給三兩成訂金 或者那些股票期權給你都可以的 好了 你批了 到夠鐘的 他不會立刻散下來的 他都會打上去的 那些公司 難道只是花一千多萬 不做動作嗎 不是啦 我只是一個年青人 都賺一千多萬 一隻股票 那你用不著貪污呢 那你就打一份報告給黨部 給黨的上司 我什麼時候老婆 和人王借錢 賣了股票投資的合法 全部公開 我在中國一天幫了很多人 很富貴的 不用貪污的 因為你不貪污 你是兇的 但你不貪污 你就不要害人 你不准貪污 因為你會在車頭撞死你 你會做了剪把 因為你梁振興這些人 和陳茂波 張振軒 整個班底支流 或者現在社會上 很多這些正分正合 走上 喊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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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拍板 他不貪污 你什麼都沒有 你想像一下 如果梁振興 如果梁振興突然宣布沒有特首做 你會做什麼呢 出獄七龍師 打人工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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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會做什麼 開檔 人家未必會光顧你 你沒有影響力了 什麼都沒有 剝光珠 大哥 他不跟董建華 他不跟董建華 蹲下來 還在家裡有個家族生意 在那裏撕一下 所以他一定賴死不做的 是很慘的 你說他不馬上說不摸摸 那你說做什麼 那就打他老婆 就出來做律師 找家律師 蹲蹲一下 就不死 但已經很嚴重 但最大問題是什麼呢 因為他之前的生意完全不行 我去看報紙回來 他冒梁師肯 都拆脈萬事管 他沒有蝕特了 名貴妃 摩特嗎 有沒有再否收賃 我們不知道 梁師肯進去經濟狀況 而且他很多人借錢 他不一定公開 是私底下的 所以他現在很可憐 還要死柴 但他死撐得來,就被那群柴仔的屎屎累到他 你告訴別人,中國政府召不起你,香港警察部召不起你 靠新界牛屎飛來召你,你說行不行 還要走後門,我們只是看報紙 那些堂堂特首在一個地方開個涼壇,為何會走後門 就是你丟中央政府架,中央政府委任你一個人 都不是叫你去打朝鮮戰爭,你也要走後門 所以他全部錯了,全部丟中央政府架 所以他也是被那些古惑仔害到 我們看周刊、看傳媒,這個牛屎飛就是四個水一個 有些是一千,你被人知道很失禮 你警務處長也要收皮,特首都不信你,怕你補不到他 他現在是影響了香港警察部的聲譽 因為他保護你不到,你警察部還有甚麼能力保護市民 特首都不信你,保護大哥,要靠牛屎飛而已,幫你保護你 是呀,很大件事的,所以他這一次,但不知道他痛苦 他和陳茂波這些人,整班,你說張鄭遠走出來做甚麼 又是甚麼都不用做了,又是做甚麼又是做甚麼 但為何要查上腦呢? 教梁振英查印度神友,耐頂一點,你說你吃偉哥很差 偉哥真是堅挺,印度神友就麻痺了 你本身沒力就沒力了,你麻痺了,在浪費時間 因為他整條小子委任會是賣印度神友的嘛 那你不就個個查了印度神友,蹲在元朗,是不是搞笑 是呀,他們現在,今晚是好人好事,你們寫下了 楊振英疑似查了印度神友,扮吧,扮厲害一點,但扮不起 那現在全部反彈,反彈到,因為他說的話很頑皮 又是不知哪些人做顧問教會說的 如果你們投訴一些人,ICSC說不告,你就全部要道歉 那其實ICSC幾千單一年,有人投訴,不是單單告到 那全部要道歉,是吧 那些警察抓錯人,在我確放了,警察部又要向那些人道歉 那些商品,他不是查到引導神,查到上一路,疏疏疏疏疏疏 麻痺了,那些引導神是麻痺的,所以很嚴重的 所以你走完廣告了,然後他要逼教育局長要教學報告 這個更好笑的,那到時如果教育局長 市民問回來,他應該叫教育局長 人家問他,喂,那你要叫教育局長 交一份報告,為什麼國民教育過不了 為什麼你們會搞什麼國民教育出來 我們沒有人接受,搞個國家也無法教育 這個報告都要做出來,一做就大家做